我們來到中央圖書館後面的巴士總站的後面 這裏就是大坑的福德古廟 你以為我又想走福德廟嗎? 不是呀 這次很棒 我們走前一點 有網民發現有個佛像 在牆上 於是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 你這樣看其實就不太看得到 不過你再認真點看一下 就真的得而且確好像有個佛像頭在上面 我們現在不是一個水平的視線看 旁邊其實也有一條天橋 可以上天橋看一看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佛像為何會在樹根中間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好 接著就來到大坑道的聖馬里亞堂 我先看看貓子 聖馬里亞堂前身坐落在大坑一個西教堂 1937年才在原子改建成為聖馬里亞堂 教堂的建造融合了傳統的中式建築元素和西方的現代建築技術 教堂屬於鋼筋混凝土的結構 外場是以紅磚筋 並以混凝土豆拱支撐著多個蓋 有綠色琉莉亞的閃縫 閃縫呈階梯形排列錯落有指 內部足有仿中式設計的混凝土糧架結構 亦是隔壁中國傳統的裝飾 是香港現存小售富有中國建築特色的教堂之一 亦是這區重要的地標 我剛開始想到是否有人多手畫 不是 然後發現不是 是呀 你畫到小黑黑都可以 它是有一個框的 來練一下這個 在這裡照跨過去游的 好 我們就來到孔勝港堂 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裡 是現存歷史最悠久 用作發揚漁學的建築 它仍然是每年慶祝孔勝蛋和萬子彈的重要場所 在香港大會堂1962年開幕前 孔勝港堂就是本港最主要的社區會堂 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與大型活動和講座 在1928年 由曾富先生和簡孔超先生發起 召集百素有志之事 共同成立孔勝堂 簡孔超先生捐出了 加勞連山道12萬平方尺 作為堂子 也就是孔勝堂中學現在的校子 興建孔勝港堂 建築仿照山東孔子古廟 在1935年12月10日正式開幕 1940年悼念魯迅細細的活動 在孔勝堂舉行 另外1941年許地山的追悼會 也在此舉行 另外還有葉蘭串也在此舉行過追悼會 在2020年6月孔勝港堂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建築風格實用而且優雅 地下斜台設計可以造就所有觀眾都可以望見禮堂中央 而樓上的座位每一張椅都是古董 按照亞洲人的身材而設計 孔勝港堂可以重牌坊和花崗石階梯前往 設計中西合璧 原有的木窗已經更換成鋁窗 是該建築唯一明顯改動的地方 但這裏現存還有中式合璧的設計 以宣揚遇學的歷史建築 好 大家記住這個水務處的秋水站 1982年 其實有些人可能在山路走 其實這兩個位置中間是有一條路 你走進去就可以去到咖啡園了 我那次來就真的不知道這裏就是咖啡園墳場 直到我看到這個牌 就說公眾墳場 接著就是墳墓登記冊 然後再看一看這裏 哇 很小的字 就知道自己沒有走錯 就可以繼續上了 沿路就有繩子 不過這個繩子當然不是給你駛的 接著呢 這條算不算古橋 它就有載分左和右 我記憶應該是這邊 是嗎 對 亮燈在這邊 對 亮燈在這邊 先說清楚亮燈 就不是真的有燈亮燈 而是當天我和阿宇來到這裏 有點彷徨模糊 不知道是左還是右 突然之間有一隻陽光 好像光亮燈一樣 所以我們就走這條路了 這條路呢 不要預計很快走完 我記得是走到 走到到尾到尾 後來才看到 是有墓地的 大家就可以 慢慢繼續探索上去 我印象中這條路很遠 那我們就來到這裡 這次就告訴大家 咖啡園的位置在哪 如果有興趣看看古墓是怎樣 自己親眼上來看看 我們今集大坑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